官方媒体指责美国之音鼓励藏族抗议人士自焚 美国之音对此予以否认 德国外交部长访问菲律宾 双方谈及南海主权争议问题 新城镇化是否成为新一届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核心 实事大家谈邀您共谈 推动新城镇化面临的难点 欢迎回到VOA卫视 我是萧询 VOA卫视今天邀请您和我们的嘉宾共谈 新城镇化是否会成为新一届的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核心 以及它可能面临的难点 这个小时还有国会报道以及新潮USA等精彩内容 首先我们请新闻主播袁野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新闻 袁野 好的 谢谢萧询 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日报的报道指称 美国之音鼓励藏族抗议人士自焚 美国之音对中国官方媒体的不实指称提出了强烈的谴责 中央电视台星期播放的纪录片显示 一位自焚幸存者称 是在观看了美国之音的新闻广播之后自焚 相关报道还指责西藏流亡团体 煽动和策划甘南藏族自治州发生的自焚事件 中央电视台还在没有提到任何消息来源 或者证据的情况下 指责美国之音按照达赖喇嘛的指使 使用密码来给藏区的人发送指令 美国之音台长大卫恩索尔说 这种指称是荒谬的 他要求中国媒体收回其报道 这些自焚事件是悲剧 这是西藏苦难的一种表现 我们报道这些事 我们当然不鼓励这些事 他们报道中含沙摄影地说 我们是政府代言人 完全是不实之词 我们不替达赖喇嘛 甚至也不是美国政府说话 至于他们所说的 我们用密码发信息的指责更是荒谬 完全不顾事实 另外自从2009年以来 已经有近100名藏人自焚 以抗议中国当局在藏区的压制做法 美国之音的英语节目和藏语节目 都对有关的事态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美国之音藏语组主任洛桑加所说 美国之音是一个完全独立的 仅仅报道新闻的机构 他说 美国之音和美国之音藏语组 虽然是美国政府自主的 但却是完全自主的 我们不受任何外界机构的影响 这也包括达赖喇嘛的办公室 或者是西藏流亡政府 事实上 我们的新闻报道经常介绍 中国政府和中国外交部的观点 中国政府在西藏首府拉萨2008年 爆发抗议活动之后 也对美国之音有过同样的指责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显示 他们的记者能够在藏区采访 自分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 而外国记者却无法获准进入西藏地区 在另外一方面 缅甸总统吴登胜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 负责评估是否有可能释放 据信仍被关押的数百名政治犯 吴登胜总统自2011年执政以来 已经释放了数百名活动人士 记者和其他犯人 作为争取民族和解计划的组成部分 但批评人士指出 大赦计划的规模还不够 他们说 大约200名异议人士和其他良心犯 仍然在压 德国外交部长威斯特威勒 星期四抵达菲律宾 展开两天的访问 除了同意加强双边合作 也在会谈中讨论了 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 有关详情 请收看美国之音 BOA卫视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以传统的逐乐器 演奏德国民谣 欢迎威斯特威勒的到访 威斯特威勒此行 带领德国外交部官员 商界代表和记者团到菲律宾 希望加强与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 亚洲国家建立商贸合作 威斯特威勒与菲律宾外长 罗萨里奥稍后举行会谈 双方讨论了有关南中国海的 岛屿争议 威斯特威勒说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 遵循国际法 以和平合作的方式 解决这个公开问题 他鼓励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强调与南亚和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 是维持地区稳定的关键 因为唯有通过合作而非冲突 才能使各方受益 德国是菲律宾在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也是欧洲第二大观光客来源国 去年两国间的贸易额达到31亿美元 不过十年前 马尼拉国际机场一项工程 却让菲律宾政府与德国承包商对部公堂 对两国关系带来影响 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说 他与德国外长也就此事进行讨论 我们都认为德国承包商的案子 不能完全代表菲律宾与德国的关系 在这个案子仍在审理的同时 我们应该把握这个契机 致力于双边合作 两位外长就国防 海事训练和建立外贸商会等议题 达成共事 威斯特威勒稍后会晤了菲律宾总统阿基诺 这是12年来首次有德国高层部长访问菲律宾 威斯特威勒在结束菲律宾访问后 将继续转往新加坡和印尼 美国精英BOA维时报道 在新闻最后 星期四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 将就无人机袭击政策 对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 布伦南进行质询 该政策允许对巨星参与国外恐怖主义活动的美国公民 进行无人机袭击 白宫反恐事务顾问布伦南将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经政会 布伦南坚决支持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政策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星期三说 奥巴马总统已经命令司法部向国会提交 有关美国无人机袭击涉嫌从事恐怖活动的境外美国公民的法律文件 这些文件意在说明这类袭击的合理性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泄露的一份备忘录 扩展了判断是否袭击恐怖嫌疑人的依据范围 此后 11名美国国会参议员要求了解有关方面的法律意见 美国政府原来认定 如果巨星恐怖袭击在即就可以发动无人机袭击 但泄露的备忘录说 如果某位美国公民正在参与恐怖主义阴谋 而有关官员确定不可能抓获该嫌疑人 就可以发动无人机空袭将其击毙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主要新闻 稍后VUA卫视还有更多精彩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看 这里是我们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为您现场播出的VOA卫视 在稍后的时事大家谈的栏目中 我们邀请您和我们的嘉宾来谈一谈新城镇化 是否会成为新一届的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核心 以及它可能面临的难点 欢迎您在节目开始之后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国际长途电话 400-120-0551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现在我们先请您收看一则来自美国国会的报道 本周二美国国会就去年年底 在迪拜举行的国际电信大会的结果 举行了一个听证会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官员在听证会上表示 大会形成的一个新的全球电信条约 侵犯了互联网自由 请看VOA卫视国会记者方方和长小的报道 女士们先生们 互联网正在受到侵犯 自由繁荣全球人类进步 也因此受到威胁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迈克·道威尔 星期二在国会作证时说 去年说这种描述太夸张的说法 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下手的三个小组委员会 星期二发起联合听证 讲述去年年底在迪拜召开的国际电信世界大会的结果 大会修订了一个关于技术标准的全球条约 与会的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 有89国签署了新条约 其中包括中国 俄罗斯 古巴和一些中东国家 美国和全部欧盟国以及日本等国拒绝签署新条约 欧美国家的政府代表警告大会的一些提议 会严重危害互联网自由 格罗斯大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 伊朗在大会结束前 最后一刻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投票 赋予各国政府介入国际电信网络的人权 通常来讲 人权应该是赋予个人的 个人的人权往往与某些政府想让他们拥有的权利相反 所以将人权赋予政府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 格罗斯说 单单这项条款就足以让任何有良知的政府 无法接受新条约 大会组织者国际电信联盟说 这次大会的目的之一是促使各国政府加大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 公共知识的负责人菲尔德作证是说 国际电信联盟本身不是一个邪恶的组织 各成员国不同的国家利益 导致各国无法对新条约达成共识 目前 国际互联网由美国的一个非盈利组织管理 中国 俄罗斯等与会国认为 控制管理互联网的权利应该交到联合国手中 并且对国家间的英特网流通实行收费管制 美国国会两院去年年底一致通过一条决议案 表达国会反对有联合国监管互联网的立场 提出修改议案的国家想通过国际电信联盟 来帮助他们控制本国的网络 更重要的是 创新的思维 只能在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环境中才能生存 互联网社会的负责人温特沃斯 参与了国际电信世界大会 他说这次大会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 签署新条约的国家受到新条约的制约 而没有签署新条约的国家 还按1988年通过的旧电信法案行事 这是漫长谈判过程的一部分 这场谈判在大会前就存在了 在大会结束后依然会存在 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很多国家会一直辩论下去 没有达到自己目标的国家 还想以后重来 期望能把谈判再向前推进一点点 主持国会听证的电信科技小组委员会主席 沃尔登议员表示 将会全力推动 使去年通过的决议案签署成法 表示美国政府维护全球互联网自由的决心 VOA卫视方方 长小 国会上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银的VOA卫视 在今天的新潮USA节目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有一项有关美国枪支管制的新的调查 2012年12月 一名枪手手持半自动枪 把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里的20个孩子 还有6位老师打死 这个事件引发美国民众对枪支管控问题 展开激烈的辩论 很多的民众对这个问题 是有很强的相互对立的观点 但是如何在减少枪支暴力的问题上 双方的立场似乎都没有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不过一项调查显示 美国公众在这个问题上的倾向 已经比较明显 请看美国金记者皮尔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瓦尔德夫妇开的这辆车 开始发出奇怪的噪音 让他们焦躁不安 听起来就像是有无数只蟋蟀在叫 我们到一家车行去询问 像我们这样的收入有限的 修这辆车要多少钱 他说需要300多块钱 瓦尔德夫妇有病 没有工作能力 靠政府的事业救济间生活 我们只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 被揉毯子什么的来保暖 去年9月 他们无力支付廉价房的租金 开始住在汽车里 我们在路上铺了一张塑料布 脏了以后我可以洗洗它 没地方淋浴 没地方洗衣服 车上只能带有限的物品 天冷了或是下雪的时候 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们都绝望了 我争取让汽车里总是有燃油 这样就可以把发动机开着取暖 对瓦尔德夫妇这样的人来说 怀格尔修车行就帮上忙了 这家修车行免费为他们修车 来我们这儿的 有的从前曾经是非常成功的银行界人士 人到中年失业了 连汽车的电池也买不起 我们就免费为他们修车 这家车行是怀格尔的家庭企业 从他的祖父开始 已经经营40多年了 在维基尼亚州北部有四个分店 我们给经济状况不好的人免费修车 不是为了荣耀 也不是为了促销 这么做只是因为应该这么做 可以说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推动社区经济 马尔德夫妇听说 怀格尔车行能够免费修车 立马赶了过来 这是皮带松引器坏了 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噪音 他们还把前车灯插干净了 还把电视机的遥控器给我们 让我们看电视 还给我们喝的 除此之外 怀格尔还帮他们在一个宗教组织 找到了临时住所 我一辈子都会很感激他的 等情况好转 我们就有希望了 怀格尔希望其他小企业 能为社区做一些好事 不只是帮着有困难的人修车 而是帮着他们恢复生计 请您继续收看美国精英VOA卫视的新潮USA 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想办法和那些由病毒引起的疾病 包括今年的流感作斗争 研究人员在想尽办法了解病毒的原理 以及它是如何的侵蚀活的细胞和人体器官的 在今天的新潮USA的最后 我们为您介绍德克萨斯大学的一位华人研究人员 他最近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 能够看到病毒侵蚀细胞的具体的过程 请看报道 在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医学院 研究人员刘骏 利用高倍电子显微镜 来检验大肠杆菌 以及微型的T7病毒 怎样侵蚀细胞 这是病毒 这是整个细胞 刘骏说 到目前为止 科学家只能够推测这一病毒 怎样把基因物质植入另一个细胞 因为植入的过程太快 进入细胞之前没有路径 进入细胞里面以后 路径就消失了 没有办法观察 不过经过和其他同事合作 刘骏能够使用电子显微镜 来检测充满细胞和病毒的冷冻快速样本 冷冻所起的作用有点像摄像 把某个环节固定下来 这是这个课题的亮点之一 因为我们捕捉到了别人从来未看到的这一环节 在研究过程中 这种先进科技被用在一个特殊的病毒上 不过研究结果在未来或许可以推广 用在导致流感 艾滋病等很多疾病的病毒上 这也正是项目参与者莫里诺教授的希望 他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生物 做这项实验用的病毒样品就是他准备的 假如我们能够在病毒形成的众多环节当中 想办法让它停止循环 那对研制出更多的抗病毒药物将很有帮助 美国科学进步协会出版的科学杂志 制作出来的这个动画 告诉大家病毒如何释放出虚干 在细胞表面行走 走一阵就走不动了 腿脚全放下 固定在细胞表层开始植入细胞 莫里诺教授说 刘骏与其他人的合作很有收益 这让大家能够各显神通 我们的合作非常好 目前正在研究其他病毒 他说在病毒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 都让研究人员能够更加接近击败病毒 挽救生命 好 欢迎收看美国精英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共十八大之后呢 即将接任中国总理的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多次的提到要加速中国的城镇化 这是否意味着此举将成为新一届的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 而新政府要推动这个城市化又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难题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 首先呢为您介绍大家熟悉的学者 作家何晴莲女士 何女士通过skype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讨论 何女士您好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 何女士能听到我们讲话吗 好 谢谢 好 另外一位呢是坐在我身边的美国精英的资深记者海涛 海涛欢迎您再次来听到我们的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请您拨打美国精英的免费国际长途电话40012051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来讨论这个中国的城镇化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次这个城镇化和以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城市化都市化 这个概念可能有一些差别 我看到两位呢都写了这个都在写这个系列的报道 海涛 你在美国之音呢网站上线已经刊登出两篇这个报道来 这个报道的这个题目是中国城镇化的这个系列报道 你写了两篇 一篇是关键在户口 另外一篇叫高楼大厦和棚户区并存 那么何女士呢在美国之音的这个博客上呢也推出了这个系列报道 现在在博客上已经推出来的这个系列报道的第一篇是这样子的 叫推动新城镇化的这个巨额资金从何而来 新城镇化的难点在哪里 我看了一下这您二位写的这个两个系列报道的这个着眼点有所不同 我就先从这个海涛请你谈起 因为你在这个第一篇里边着重谈到了这个户口的问题 就只要讲到这个城镇化的这个过程中的关键 是在于这个农村的农民如何转为这个城镇的户口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在这方面的这个看法 那么这个是李克强最近他有好几次场合下他提出来 在北京开会他也提 他最近在包图视察他也提 那么就是这个城镇化呢 就是根据我和另外我们一位记者叫周一龄 我们的研究呢就是说他首先涉及到的就是说要把谁 一五千万之多 要把这么多的人消耗为城市这个市民 那么这都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么多人从农村搬到城市里 要有一时住行 要有他们工资 要有工作来保障他们这些一时住行 首先是什么问题呢 首先我们就想到 在中国是什么因素 什么政策把这些农村的户口控制在农村的土地上 不让他们进城呢 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户口问题 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政以来 中国就实行了这个户口 那么在农村你只有农村户口 你进不了城 在城市里的人呢 你可以下到农村 但是你一旦下到农村 你就再也回不了城 所以首先我们就考虑到要解决户口问题 当然何行年女士她写的这个 首先是你要把城市的话 要建高楼大厦住宅 这个钱从哪里来 这个钱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政策性的问题 首先是你允许不允许这批人出来 对吧 然后才涉及到其他的这个 首先是后口问题 然后才涉及到衣食住行 这是我们写这两篇报道的出发点 好的 谢谢海涛 我们看到何女士在您的博客文章里边 是这么写 你写的是 但是我认为户口问题 是可以解决这个对农村人口的身份的歧视 但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成功 以及经济上的可持续性的这个意见不大 我不知道您写这一句话 是不是针对海涛和那个周一林写这篇报道 发出的这样一个 做出这样的一个论述 然后您的这个文章呢 将这个重点是放在这个中国经济这个层面 您说这个新城镇化将是中国今后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核心 但是呢 这个新的城镇化 面临着一系列的这个难点 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看法 我想先针对海涛刚才谈的这些问题 谈一下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不认为户口是一个大问题 第一呢就是在过去这几年的拆春运动中 第二个呢我是根据这个世界历史上 然后才有就业机会 以及为这些就业人口提供服务的一些产业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的过程啊 那么在中国的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过去从八十年代以来的城镇化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先有投资 这种投资呢 就是叫做产业投资 还有一个称呼叫做绿地投资 它为什么叫绿地投资 我自己的资金呢也没有考察出来 但是它的结果是 先有资金来投资 然后就建厂房 建厂房呢 然后就有就业 有就业以后就有为这些工厂的管理人员 工人提供的服务业 这样呢就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 一片一片带起来了 那么现在呢 中国产业呢 再来的话呢 我觉得目前已经没有可能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的报道 就是在这个墨西哥边境一个城市 已经兴起了一个单联 类似于深圳的城市 美国连线杂志的前总编 现在在做了一个无人驾驶飞机的 他已经到那边去投资好几年了 然后呢就是 中国已经不太可能有新兴的产业来 他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行政过程 我觉得他就和一般的这个城市方法 历程相反 因此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 其实您提到这一点呢 我想起来就是 讲到这个产业结构的改变变化这个问题 其实中国政府 近些年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情况 您刚刚讲到这个珠江三角洲地区 这个城市化的进程 珠江三角洲地区呢 尤其这个广东省呢 其实在这两年 他们也是推出一些什么 所谓这个腾龙换鸟之类的 这样子的政策 想要改变这个产业结构 另一方面带出来的问题就是说 怎么样子 转变整个中国国内的 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 这样模式的问题 可能就是由这个出口 转向这个内需 推动带动这个经济发展的 这样一个模式 但是说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做起来相当难 我想可能这个新的城镇化 这样一个做法呢 在我看来 是不是也是和这个官方 想要把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模式 向这方面推动 所做的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 这个目标 何女士您怎么看 你的看法确实是把得了中国政府的脉 它是想用这个新城增化 来作为今后十年的经济发展新增长点 但是非常不现实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它推出这个政策 不是因为新城增化本身有可行性 而是因为过去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 从2008年以后 一起慢慢的都熄火了 就是这个投资内需 还有外贸 现在都正在逐步下降 世界工产呢 已经进入这个防昏阶段了 在这个情况下还在推出 那么既然是推出 行政主导 它就先显的是真理造成 这一点呢 就涉及到我开始讲的这个问题 如果要造成 那么中国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呢 过去五年我们都知道 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印钞机 全球新增的货币发行量 是366万亿 中国占了一半多 中国经济已经高度泡沫化 而过去这五年我们大家知道 政府投资 四万亿 地方配套二十多万亿 这是政府承认的 但是大部分都进了房地产 其结果呢 是在全国六百多座城市中间 造就了几百座鬼城 无人居住 所以在中国这个情况下吧 你说再来造成 把这个城市化改成城镇化 意思是表示 往这个中小城市发展 我觉得解决不了 已经存在的很多问题 好 谢何女士 那么海涛呢 和女士刚刚谈到的这样一个观点 谈了很多问题 对 那么从这个资金由谁来出 这个由 就是过往几年 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经济增长 很大程度上由这个投资来带动的 但投资呢 如果要大量投资的话 会形成一些后果 和女士谈到 比如说高通胀 什么这样的这个情况 那等于说 这个你要是 这个超发货币的话 可能就是在头顶上 形成了一燕色湖这样子的 您怎么样看 在这个中国的所谓 李克强所说的 这个城镇化这个问题上 它不完全是一个 所谓的这个经济投资的问题 或者是带动下一个 什么内需的拉动点 它是一个 首先我们要看 李克强所说的 这个城镇化的对象是什么人 他的对象 他并不是现在已经在城市里的 有城镇户口的这批人 而我们 而是要那有两亿多的人 还没有城市户口 要到城市里来的这批农民工 那么 而我们现在谈的这个经济问题 如果单纯的国家的什么内需 四万亿 拉动内需 我们要在城市里造成也好 造成一百个鬼城也好 像俄尔多斯那样 造成更多的这个 在价值上 好像都超过了 香港这样的鬼城也好 他们对象是谁呢 是城市居民 而有钱的投资者 还有国家那些 所谓拉动内需的 四万亿的钱来 而不是这种情况 现在李克强所说的情况 是另外一种情况 对象不一样 而且就是说 不是说给现有的城市居民 你家里现在美元平均 十平方米 我现在造成 你家里美元平均 二十平方米 三十平方米 而是要 新增加的这一百平方米 要让那些城市 那乡村里的人来住 这样的话 这就和中国政府 不错 他这次李克强所说的 扩大城市的话 它是一种政府行为 而不是一种市场行为 而美国的 像刚才何清莱女士说的 像西方国家 和美国 是欧洲的国家 他已经由于 整个的市场这个行为 导致他这个 现在这个 没有这个 所谓的城市户口 老百姓想去哪去哪 老百姓跟着这个 水草种 就跟杨阳 跟着水草种 哪里能活下来 哪里有我的工作 哪里给我发工资 我能在哪里 一时住行 我就在哪里活 对 它是这种 一个这种情况 而中国的政府行为呢 现在导致了一种 像下一阶段 中国政府这个经济 拿出钱来 为谁服务呢 为这个农民工服务 而实际上能不能达到 这种情况呢 那是另外一个情况 那你认为 它这个中国政府的 要做这个事情的 着眼点 并不是 要这个引导 这个产业结构上的 这个变化 那重点是怎么样的 是在这个户口问题上 重点他们要美化 中国这个整个的国家 要取消所谓的城乡差别 这就是很多 这些好大喜功的 中国领导人 都是这样嘛 薄熙赖在大连 好 这个地方不合适 把这个就拆了 盖一个城市 然后张春贤在新疆 好 现在我们要建房子 要学习欧洲 不能像那个火柴盒一处一处 这中国很多的领导人 他都有这个政绩 但是我想 他要表态 他要表示 我这一任总理当中 一任副总理 我要干了多少政绩 是吧 所以我记得79年 叶剑英当时 帮助华国锋打倒死人吗 他到一个城市里头说 这条路叫解放路 为什么叫解放路 拆了乱七八糟 然后就一拆 就都盖了很多的新的房子 我当然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讲 说这个浩大喜功 这方面的东西 但是我想 在整个宏观经济的层面来说 从过往的政府来看 不管是中文基还好 还有温家宝还好 浩大喜功这方面的东西 表现并不明显 他们其实还是想要摸索着说 如何把中国的经济 经济拉动起来 当然它有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要保巴 就是说维持到一定的增长水平 是为了能消化 每一年新增的就业人口 保持这个社会的稳定 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让这个社会稳定下来 那么持续这么多年了 但是他们发现这个事情 可能是无以为及 因为这个出口的 现在这个外部的需求的 已经降到非常虚弱这个地步 短期内也不可能恢复到 以前这个水平 何女士刚刚才海涛谈到这一点 当然她的这个看法呢 还是她还坚持 她那方面的看法 我还想听一下 您对她刚才提出的 这一点或者几点 这方面的看法 有什么样的回应 李克强呢 他自己说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要交发这个地方债务 第二个是要形成内需 那么呢 形成真话能不能解决 这两个问题呢 我是研究了多年经济 对过去这个五年来的拆村运动呢 也是有跟踪了解 过去中国呢 这五年 全国二十多个省市 拆了上万个村子 那么一大批人呢 都住到这个离原来的家 很远的地方 就是保留原来的一点根地 要走十几公里去种 很多人呢 年纪大了不种了 就荒废在那里 还有很多人呢 搬到那个楼房里去呢 不是她那个农家小院 已经完 他们也无法进入这个城市生活 因为没有 无业可救 所以呢 就是过去这个各个地方的政府吧 用各种方式 那时候不是讲解决户口 是叫做什么呢 以这个土地放社保 你给了我们 我们就给你办社保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以这个让农民上楼 就是你们住在这个农家小院里 太落后 那么现在我们给你住新楼房 各种各样的口号都有 反正目前的情况 就是中国这个经济 过去大概十多年来 是处于一种无就业增长 虽然每年GDP的增长 是高达百分之八九 乃至十 但是呢 就业率呢 一直排阀在百分之一 到百分之一点七之间 而这样的情况呢 是过去宏观经济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就是就业呢 和GDP增长这么不配套 所以呢 我们一直觉得 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数据呢 本身是有问题的 这一点就切换下来 只说你一刻前的两个末 就答不答得到 那么他要形成一个聚落 那些人呢 是不能住到那里 就算是农民最开始拿上一些补偿款 让你呢 生活一两年 那么补偿款 他要付很多钱去买这个楼房 剩下的也不多 过几年以后 通商这么厉害 那些钱就用关了 他们生活怎么办 这是一条 第二点呢 还有这个拆春运动呢 导致了很多小学 过去这几年的中国消失了几百万数小学 好像是去年我看到的数据是两百多万数 很多孩子都失学了 然后就是有一些有条件的地方 就用校车接送这个孩子 我们也看到因为这个校车质量吧 不好 出现好多车匪人丸的那个事故啊 那么就是这些问题 我觉得呢 离开前都需要考虑 好的 好 谢谢何女士 我们待会儿接着就这话题 其实讨论 我们线上已经有几位这个观众 听众打了电话 我们来听一下天津张先生电话 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您在线上吗 我们来试一下贵州的楼先生 楼先生您好 喂 您好 您好 请讲 楼先生请讲 我发表的一点就是说 我知道你们的主题是什么 但是我第一次打听您 您的电话断断续续 我现在听不到您的声音 请再试一次 请讲 我说的是 第一次打进你们美国之音 以前才能打进来 就是说现在 然后我的那个微信 调到美国之音 然后看到那个号码 然后打进来 好 谢谢您 欢迎您第一次打进来 参加我们这个节目 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 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是问题 我的看法就是 看法就是说 不管是每一个国家 包括全世界也好 就是说 我希望的就是说 大家以 说活平的方式 能够 算是战争也好 就是说 好 楼先生 实在抱歉 因为您 您占用的时间比较多 而且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话题 跟您现在谈的 可能不太一样 不过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 以后您有机会 下一次呢 打电话进来的话 请您就我们这个话题 或者就事论事来谈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比较宝贵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江苏田先生电话 田先生您好 欢迎您好 美国之音您好 您好 因为 看你们拜年了 好 谢谢您 给您拜年 因为这个 中国这个 顾客 这个 就是 对着小孩和大人之中 是确实有困难 这个共产党之境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户口之中 它叫要 这个 革命志 革命志之中 要 就是 它 就必须要在当地 田先生 田先生电话 好像也断掉了 我们来试一下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您好 你好 给大家 太难了 给您拜年 孔先生 我的看法是呢 所有的神话 伟大的 斯大林 毛泽东 尸骨一寒 僵尸了 死亡了 伟大的苏维埃 已经灭亡 中国面临第三次解放 第二次 激动难反 第二次 拨乱反正 我断言 中国如果不能 见证化 普世化 其他的什么 私化 承认化 大业计划 都是废话 好 谢谢孔先生 孔先生讲到了 这个背后的 这个意识形态 最根本的 这方面的问题 刚才 江苏的田先生 虽然这个话 没有说完 但是他关注的 还是在户口这方面 我们没有了解 他最后 最终想要 说明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 中国很多人 这个 农村的很多人 对于这个户口的事情 还是比较在意的 这非常在意 不是农村的人 很多人都必须在意 你比方说 刚才何秦来 你是提到的 那么农民工进城以后 他虽然解决了住房问题 下一步就 子女教育问题 很明显 在大城市 比方说北京 上海 天津 深圳 这些大城市 不是说你任何一个农民工 就可以随便在那入学 就是教育 要靠政府来投资 不是说你非市民 政府也给你投资 像北京就好多的 农民工的学校 就拆了 给你取消了 老师也走了 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教育问题 就包括衣食住行之外的 这些问题 医疗保险 都非常大的问题 这是根源 就是户口问题 当然何秦来女士也说 只有中国有户口问题 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比方说朝鲜 越南 古巴 就是缅甸 或者老挝 只有这些共产国家 他愿意控制这个人口 才有户口问题 那么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他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包括什么印度 美国 发达的国家 如印度 还不是美国 什么欧洲 法国 德国 英国 落后的 比方说印度 他都没有这个问题 只有中国 这是特色的 大概从苏联那里学来的 好的 何女士 既然谈那个户口问题 我知道您没有强调这一点 但是海涛提到了 我想很多中国人 也非常关注这方面 这个情况 不妨多谈一下 请谈一下 您认为 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 没有得到改变 或者是不能再及时的得取消的这个根源在哪里 是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因素 还是因为这个政治方面的因素 我觉得这一次李克强谈解决妇科问题 这是大要发指的谈一谈 我相信他不包括解决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妇科问题 比如你农民工到那里捡垃圾 或者是随便找个什么地方打个零食工 开个小店 摆个小摊 就能在北京上海上户口 我看是不可能的 他说的解决户口问题 我的理解是 如果那个地方真用了农民土地 让他们在附近的一个镇子上盖了个房子 然后就把户口转到那里去 变成了城镇户口 而不是可以异地迁徙到什么北京上海 最近我们都知道关于那个北京上海的异地高考问题 还不是一个户口问题 就已经引起很多讨论 是因为各个地方的户口 它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 含金量不一样 就像那个计划经济的时候 所谓城市户口有13种特殊优费 包括粮食供应 肉的供应 布票的供应 那么你要到哪里呢 到现在虽然没有这13种优费 但是在北京的户口 含金量 提到这一点 想起来我们几周之前谈到的这个 这个叫 就是中央变异局的这个故事 那一位女士呢 就是因为想要得到这个北京户口 想到的北京户口 对对对 有很多人想要进入北京 得到北京户口 就费 你用了北京户口 你特别买个汽车1号 你都在北京户口 现在不光是这个农村户口 和这个城镇户口之间的这个差别 而是在于这个 一般的这个城市和这个大城市之间 这个户口的这个差别 你仔细研究研究 新华社报道 这个李克强这次在包头 视察农民工也好 视察澎湖区也好 他其实没有提到这个户口 他知道这是个棘手的问题 中国的发改委早在几年前就提出 我们要在三五年内把这个户口问题解决 那马上就遭到公安部的反对 公安部说你解决了户口问题 我们怎么管理人呢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 很明显的一个矛盾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 怎么样维护这样一个稳定的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 李克强介绍 新华社介绍李克强 是他在辽宁当省长的时候 省委书记的时候 他就非常注重解决棚户局的问题 那么他到了中央出任副总理以来 他非常注意解决 他已经给一千多万人 包括五千多个 一千多万人解决了棚户问题 这一千多万人还有几家属 有五千多万人解决了棚户区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在城里的 居住条件比较差的 还有就是近郊的一些农民 好的 我们再抓紧时间 听两三位听众的电话 河南李先生您好 您好 河南李先生 主持人好 请讲 主持人好 就是觉得那个城镇化 确实跟那个户口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不是太大 现在那个户口 就是说现在只要你 我觉得十年以后 十年以后可能那个户口 会取消了 到时候人人都能买几房 那个户口就不取消 没有什么床战和农村了 还有就是什么 就是重战化就是可以继续进行 我认为 就是那个 重战化 那肯定是对经济 最好的户了 好的 好 谢谢您 河南李先生 广东 陈先生您好 陈先生 您好 您好 请讲 听到了 主持人好 光臣好 您好 我认为这个走藤镇化 这个道路是走对了 是很明智的 因为以前呢 以前是是青年上山下乡 把这个青年压到农村去 这是最受苦 现在把农村创造条件 主动把农村搞成城镇化 然后让这个 这个人民主动流到农村去 因为现在城市太拥挤了 现在城市真的太拥挤 你要把他们赶到农村去 他不退 那么把农村创造成城镇化 非常抱歉 陈先生 不好意思 我要打断您 因为我们现在剩时间不太多 剩了一分多钟的时间 我想留给二位嘉宾 做一下这个最后的总结的回应 何女士 给您大概40秒钟的时间 请您回应一下 刚才两位这个观众的这样看法 他们对城镇化的这个进程 还是支持的 您谈一下 城镇化这个过程 其实不在于 这些旁观者之不支持 而是那些被城镇化的人 他们自己的愿望 比如他们自己对这个 自己城镇化以后的就业谋生 有什么想法 对他们的下一代的就学 有什么想法 那么政府这些设施 能不能跟上 既然是政府主导城市化 政府能不能提供 相应的就业机会 我想这才是最要紧的问题 海涛 你有什么补充最后 我觉得就是 何林先生女士提出 那个非常重要 你干任何事情 都得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搞这么大一个工程 你这个 这是个系统工程 你的钱从哪里来 这绝对是一个问题 没有钱 你办不成任何事 有钱可以 也许有希望 是的 我们知道在下个月 月初的时候 李克强就要继任 中国的总理了 那么在新一系政府上任之前 我们之前也聊到 就是跟这个城镇化相关的一些问题 房地产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 都是相连的 相连的 对 它其实都是相连的 我们今后可以在 以后的这个节目中 继续就这些相关的话题 邀请二位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 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不过今天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个讨论就到此结束了 再次感谢何清廉女士 海海涛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 同时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参与 讨论中呢 诸位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和VOA卫视 那么稍后呢 请您收看VOA卫视 其他精彩节目 不要走开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 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原意 这个火腿制度出产的火腿 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 有一个非常银河 欢迎收看左提美国 美国总统获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 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事如客 中华民国政府败 家世博士天下世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计划方式为止计划 PID分组识编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这里是美国之音VOA卫视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轻松地学几句流行美语 1011音频 你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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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钟,站住 Mike,把电话放下来 只一秒,让我再来打电话 把电话放下来 我们会在电话上 OK,你怎么说? Mike是 seriously addicted to his cell phone He needs help Check my twitter, I've already responded to you He needs an intervention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coming I'm seriously at the end of my role You know this right, Jen? You're his roommate Lynn, tell me about it This intervention is long overdue I know But you're such a good coworker But he won't listen to me Kevin, if there is one person in the whole world That he will listen to, it is you, his boss That's why I'm here Drastic times call for drastic measures Exactly Here he comes, ladies Let's get ready Can you help me? Yeah, yeah, yeah What? I thought we were having a brainstorm session Mike, this is an intervention What? It's about your cell phone My cell phone? Oh, no guys, I totally have this under control I can give up my cell phone whenever I want Mike, my cell phone? Mike, come here Dear Mike, when I first met you, you seemed normal We had parties, you cooked for us, you talked to people But your cell phone turned you into a homebody You hide yourself in your room the whole day You talk to us through Facebook Once you go into the bathroom with your phone I know it's going to be two hours before I see you again Mike, I need to pee You could have knocked on the door Mike, when I decided to hire you You seemed like a normal, well-adjusted kid You were eager to learn Motivated, on top of things But now, it's just sad You're practically a hermit in your own cubicle You even got two weeks advance pay to buy that phone Son, you got a problem It was on sale Dear Mike, when you first came into the office You seemed normal We embraced you and welcomed you with open arms Your sunny personality rubbed off on all of us We loved working with you And now you're just glued to your smartphone Walking around texting like a zombie We want the old Mike back The employee who buys me coffee And takes my shirts to the cleaners The teammate who cares about the show And tells us off-color jokes The roommate that shares late night conversations And eats cereal in the early mornings with me Mr. Bone Put down That phone Oh my gosh, you guys are right I'm a total smartphone addict This phone has ruined my life I'm gonna get rid of it right now We did it We did it We're all here for you You can do it Welcome back roommate Remember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 going Thank you guys I think I can do this Come to Papa I've missed you so much Drastic times call for drastic measures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 My little brother is addicted to video games So I'm taking them away from him Drastic times call for drastic measures 我弟弟打电子游戏特别上瘾 我决定把这些游戏都没收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 I seriously can't find it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 going 困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The going 意思是行事 第一个 tough 是形容词 意思是困难的 第二个 the tough 是名词 意思是坚强的人 直译的意思就是行事严峻的时候 坚强的人挺身而出 也就是困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Homebody 身体都长在家里了 也就是宅男宅女的意思 Go get some fresh air Don't be such a homebody 出去透透气 别整天宅在家里 除了 homebody Shut in 也是宅男宅女的意思 He's a typical shut-in All he does is play video games All day long 他是个典型宅男 整天就是在家里打电动 That's awesome Oh my gosh On top of things 控制全局 Don't worry Our supervisor is on top of things 别慌 老板掌握着大局呢 Rub off on Rub off on I hope your good luck will rub off on me 希望能沾点你的好运气了 At the end of my rope 无忌可失 山穹水尽 I've tried everything to lose weight But nothing seems to work I'm seriously at the end of my rope 我为了变瘦 什么招都试过了 可是怎么都不行 我已经无忌可失了 你怎么说 We hope you like the show 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全部的节目内容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 意见 欢迎您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VOA新闻at gmail.com 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仍然处在内战之中的叙利亚人 在大马士革 参加一个纪念先知 穆罕默德生辰的音乐会的情景 我是萧寻 今天代表美国之音VOA卫视全体同仁 祝您晚安 今天代表美国之音VOA卫视全体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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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儿子更远 你们来到哪里 向一个人 我都会去哪里 这种表现 能够尴确 外面 我是